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一句裸听诗 震惊被门将了 夜幕下的树林中 谁在坐进饭壳 严密推理 跟踪追击 视频显现犯罪痕迹 数个关键物证 锁定摩托车车人 深陷凌雨之时 为何又滔滔打呼 北门将谜判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深陆 amounts 谁的接下来 海南岛西北部 古老的北门江 是中和镇与牧塘镇的居民 满意生活的河里 2014年9月1日吧 两个中和镇的居民 架着小团在河里等于 突然在河面上 发现了异常的物体 看到一个白色物体 我们就把那船往白色物体那边摇 过去看这什么东西 我们一过去以后看到镇举有秀才 当时我们很害怕 紧张 白色物体的出现 让两个打鱼的人慌了手脚 他们不敢细看 更无心继续打鱼 慌里慌张的往岸上赶 当时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只有看到镇举举 也没看到 注意看到脚 没有脖不脖地 去看到两机球 我们就紧张一下 两机球差点的 让那两个村民觉得 非常惶恐不安 炮上案后 作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 当时我们想到的事情就可能是比较严重 我们当时就首先想到的是打10 向公安区关报案 丹州市公安区中和镇派出所 接到报警电话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他们通跑给市局刑侦支队 连夜赶到村民打鱼的水域 天太黑了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寻找 才发现村民所说的白色物体 有一幅 有一句女尸 就浮在那个江面上 然后我们就阻击了人员 把这个虚体 这个打捞上来 上岸 这是一句女虚 然后全身都会裸体了 民警对尸体进行了初步的目测 估计尸体已经在河水里浸泡了三四天时间 尸体都是传裸的 一个裸须 然后它身上只有铁线 还有那个电线 那锅线 还有个石头 就绑在它身上 这个腐败的这个现象比较严重 说从这个尸表上面来判断 然后就不好认 尸体可能受到侵害了 这个侵害后 这个物品可能被这个拿走了 女子的颈部和身上有轻微的伤害 由于经过河水的浸泡 已经很不明显 民警据此推测 女子生前肯定遭受到暴力侵袭 她喜欢了原人是智师 这里用手来掐住她的国旗后 她这个智师 那呼吸不上来后 就直接心起亡了 夜幕中 民警在半径数百米的范围内进行搜寻 没有发现其他的相关物证 这让他们产生了多种疑问 为什么这个女子会裸体 她的衣物在哪里 这里是不是第一现场 就看她那个 她的这个息体 有没有伤啊 有没有 有没有其他 这个作案的攻击之类的 所以我们当时考虑 这肯定不是第一现场 那么第一现场又在哪里 是谁残忍的将鱼子杀害并抛尸的呢 为了揭开这个谜底 首先要确定女子的身份 法医随即采样 进行DNA鉴定 但鉴定结果需要一定的周期 还要与相关人员进行比对 等待鉴定结果的过程中 侦察员对北门江两岸和河面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搜索的收获很小 只发现了一条黑色裤子 和一件白色上衣 他们是那位女子的吗 城市的话 应该在八月份九月初的话 就有五个 当时我们记得有五个女性失踪 那么最后的话 其他的四个女性的话 我们都确认了身份 唯独这个身份没有进一步确认 侦察员调查发现 丹州市一家药店也报案了 说他们的出纳员失踪了 民警马上联想到 这个出纳会不会就是 被抛尸北门江的女子 是不是他在去存款的路上 被人抢劫 然后杀害 而就在两天前 中和镇享村的曾老汉 到中和镇派出所报案 说他女儿两天前失踪了 他说下班以后回来 到家里面来叫我煮了 放下去 煮饭等会回来吃饭 没有多少文化的曾老汉 已经急得有些糊涂 他只说 他女儿在丹州市工作 连工作单位也没有说清楚 几天前给他打电话说 给他买了茶叶要送回家 刚接完女儿的电话 家里又出了一件大事 一直打电话以后 我就接 说我老爸就突然病重了 就打电话 拿钱拿蛋了嘛 曾老汉一直陪到第二天上午 父亲脱离危险了 这才想起女儿 这时他的小儿子告诉他 女儿根本没回家 我小孩就说 爸爸可能姐姐就出事了 打电话老师打不通 法医提取了曾老汉的样本 也做了DNA鉴定 三天后 两个DNA的鉴定结果都出来 惊人的一致 把那个DNA搞好 这个核心 这个就是他心中女孩 同时担心父母交病 回家休假的少女 为何不见踪影 条分履息 抽丝剥茧 一段太多视频 透露案情玄机 北门江米岸 天网栏幕正在播出 海南岛北门江上 出现一桩奇特的抛尸案 两个打鱼的农民 发现一具裸体女尸 侦察员连夜出警 围绕裸体女尸 展开地毯式调查 通过DNA鉴定 确定了死者身份 她是中和镇 乡村村民 曾老汉的女儿 阿联 侦察员对全市的失踪人员 进行综合比对 又经过对阿联 生前工作情况的详细调查 发现阿联正是 丹州某药店失踪的出闹员 据侦察员了解 阿联毕业于海南卫校 五年前开始在这家药店工作 勤奋 热情 敬业 同事都很喜欢她 她也很顾家 家中有父母 哥哥 和弟弟 8月29日那天 她向店里请了两天假 准备回家 那天的话 她就留下来 跟我们那个 我们交班的时候 她跟我们说了点话 以后她就拿钱去存账了 这正是民警们担心的 由于她是一个人去存钱的 是不是在去银行的路上 就出现了意外呢 还好 经过认真盘查 药店的财务没有什么损失 而且阿联是在存门前 回到药店后才离开的 她就跟我们在这里一起上班 上到五点钟 她才回去 她是高高兴就回去 没有什么 阿联是在同事们的注视下 走出药店的 然后去茶叶店买了茶叶 药店的同事继续上班 当天晚上 还跟阿联打过电话 晚上九点多十点钟的时候 我们那个店主啊 就打说有点事情 问她来就打电话 然后打一直都不通 没有人接 就这样 同事们以为阿联回家休假了 没在打扰她 不想第二天下午 接到了阿联毙地的电话 她问说 我姐在这里上班 我就说 不在啊 你姐休假回家了 她不在家吗 我一下子就有点紧张了 阿联的同事 急忙寻找阿联的效果 可是没有一点音讯 平时都是非常要好的姐妹 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 谁都不愿意往坏处想 以后我打的电话 她又不通的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很着急 一下子有那种不好的预感 这样 怕她出什么事了 我也很紧张 一下子就很紧张 这时 阿联的父亲 刚刚从医院回到家中 她响起昨天 女儿打来的电话 与妻子反复推算 女儿的刑场 昨天晚上就该到家的 可是第二天上午 还没见踪影 全家人都要起风了 9月1日 北门江出现 罗提女尸的事情 很快在乡间传开 阿联的家人 自然也听说了 可是他们不愿意相信 这件事与阿联有关 几天后 民警照上门来了解 女儿的情况 敏感的父母终于明白 女儿的下落 绝望的气氛 一向子笼罩了全家 短短的几天时间 失去了两个亲人 这样的悲剧都是因为杀害阿联的凶手造成的 民警们天天在调查 对任何可能的线索都不放过 死者是个年轻女性 当时我们也考虑了几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不是这个情杀 是吧 仇杀 或者是财杀 阿联25岁 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 民警首先对阿联的婚事进行了调查 我女儿谈男朋友 这个事情从来没有 叫她 问男朋友 她是没有 一直说没有 她没有说她有男朋友 这基本上排除了情杀的可能 而根据家人和同事的评价 阿联为人忠厚 不可能有什么仇人 也排除了仇杀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谋财 可是当时阿联已经把药店的钱存入银行 她随身携带的不过几百元现金 会引发谋财的命案吗 民警反复下阿联生前的熟人了解情况 得知他平时身上习惯携带的一些物品 九米手机 还有个金戒警 戴在手上 那别的 还有那个提包 提包里面有银行卡 她回家的时候 身上应该还带着手机 戒指 钱包的物品 可是 由于被裸体抛尸 阿联生前的物品 一样也没有找到 这银行卡 这些没有新款 你查到它吸体的时候 那个戒指不见了 身上的手机 还有那个茶叶 都不见了 由于这些物品的缺失 这让民警产生了新的叛乱 在败者身上的所有的一些职签东西 是吧 都没有在身上 是吧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呢 应该可能倾向于这个 临时建材 这个建材起义的这么一个 一个杀人来的 根据阿联回家的时间和路线 侦察员推断 阿联有可能是在29日下午5点半左右 从丹州上车 坐车到牧唐镇 然后再从牧唐镇到中和镇的小村 丹州到牧唐镇大概60多公里 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如果没有意外 阿联的行踪 应该在这条路上显现出来 侦察员调取了沿途的探头视频 果然在牧唐镇的一个十字路口处 发现了一个穿白色上衣 黑色裤子的少女 有个你的 就要下车了 下车从这里走 经过阿联的家人和同事辨认 这个少女正是阿联 他说的是黑裤子 这个白衣服 他后面拿着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绳头钢线色 这这里三轮车 就问这个做不做车 也跟这个男的打招呼 也是问做不做车 这两个都没有理他 视频显示 阿联往中和镇方向走去 超出了探头拍摄的范围 看不见他死后究竟是乘车回家的 还是步行走的 光线的问题很模糊 加上这个摄像头的死角 就女孩子就走出了 我们这个摄像头放了以后 就踩不到了 这应该是阿联最后的影像 仍然没有发现他被害的线索 侦察再次陷入僵局 黑车乱象 藏窝纳垢 坐监犯科 世上没有藏身之地 手机销赃 戒指换钱 争取片线 凶犯即将爆出真容 北门江米岸 天王栏目正在播出 丹州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在核定了罗廷女士的身份之后 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根据多条线索 确定受害人阿联 在8月29日这一天的行动路线 而且拍出了情杀和仇杀的可能 终于在他回家 必经的一个狮子路口 看见了他的行踪 可是他很快就走出了 探头覆盖的范围 阿联究竟是如何被拍的 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这边这也是中楼路口 就长人说已经跟进 跟过去了 然后那你呢 也就在这个三轮所这个危机 但是因为他这个看不到 已经这个处于喜酒了 你怎么就看不到他呢 他到底拉拉这个你了没有 这是侦察员所能找到的最后一段视频 此后从墨唐镇到中和镇的路上 再没有别的探头 这个探头显示的时间和方向 对破案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进入调经过来看的话呢 在这个一个视频切换讲的话 确实发现 8月29号的这个 傍晚的7点7点19分 应该是 根据阿联的同事介绍 他们在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 给阿联打过电话 已经打不通了 难道那之前阿联就出事了 如果是这样 那么阿联就是在晚上7点19分到9点之间出事的 那发现被人没有回到中和镇 也讲白了 这个被人应该是在牧堂到中和的路段里面 这个失踪了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 从牧堂镇到中和镇 大概还有六七公里的路程 一个女孩子不可能步行回家 只有坐车 侦察员反复研究这段视频 尤其是在视频的死角处反复播放 终于发现了一个 一闪而过的白色背影 所以我们就不期不恼的 就看这个录像 终于有一个很鬼魅的一个车影 一闪而过 侦察员认为 这个极其短暂的白色背影 很像是阿联的影子 而且看得出来是坐在车上 民警又根据这个影子 倒查由哪辆车朝同一个方向开去 经过倒查 民警恍然大获 一闪了过后 没有看到这个车掉头回来 我们就判断 有可能就是这辆车 把这个女孩子拉进去了 拉进中和这个方向 也不见这个女孩子 也不见你 那你嫌疑就知道了 这辆被民警忽略了多次的三轮摩托车车主 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那么 这辆车的车主 究竟是谁呢 视频中 只有车主的侧面 看不清正面形象 侦察员根据他的体型和外观特点 做出了一个大概的判断 可能是有二三十岁的男性 男性青年 牧唐镇的这个十字路口 位于城乡结合部 是从丹州方向去往牧唐镇与中和镇的必经之路 人多 车多 一些专门跑农村的三轮摩托车都是非法运营的 那个两轮摩托车在自己私人的改造之后 然后就做成那个三轮车 十字的拉克 这种都是非法的 都不是那个我们登记在车的 这个在牧唐石路口 跑三轮车的这么108个 这个三轮车所进行这个全面的排查 全面排查的话 从案发前后 案发后 突然离开 或者突然不跑 不拉克的 应该是有七个 根据侦察院调查 这七个人当中 有三个人是车坏的 另外三个人是因为家中有丧事或喜事 这个嫌疑人 在案发后了几天 这个没有正常的来到牧唐石路口 拉克 也在村里面 这个打听 了解 这个派所 嫌疑队等 有没有来了解 这些什么情况 蔡某的嫌疑上升了 侦察员立刻对蔡某进行全面调查 发现蔡某是中和镇的一个居民 家中有老父亲和14岁的女儿 几年前离婚了 而且又前科 2006年的时候盗窃 看来一年零九个月 既度重新 这是耗途重新 这些信息无法断定 蔡某是否跟此案有关 另外 阿联随身携带的手机 戒指的物品的去向 也一直是个迷人 蔡某跟这些物品会有关系吗 因为这个手机是小米手机 比较新款的小米手机 这个估计 我们估计它不会把这个手机丢掉 有可能这自己用 或是拿到这个手机店去卖了 所以我们就对墨唐中和 跟拿大的一些手机店 进行排查布控 侦察员来到墨唐镇上 最大的手机店掉糖 手机店老板说 几天前有一个陌生人到他这里 卖过手机 他说400块钱给我 我就不要 然后后面他说 他走出去了 他走出去了 等一下又过来 你懂解锁不 第一个就去问一下 就你懂解锁不 我就不懂解锁 你到下面那几家看一下 因为他只有到手机店后 通过一些知识手段 才能解这个小米手机的码 这个手机的话 跟贝尔铁手机的话 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 一种小米型的手机 型号 环色 颜色 都一样 侦察员接着又询问了 手机店老板 这个人的相貌特征 手机店老板的回答 同样指向菜模 他说的衣服不干净 像那个袭击 还对模一样的袭击 接着 侦察员又调查了一家 金银手饰店 店老板也证明 几天前有一个人 来卖过戒指 从他的特征 从他身材 从他年龄 也是符合蔡某 在掌握了这些证据之后 刑侦之队 向居领导进行了汇报 虽然还有人认为 缺乏蔡某直接作案的证据 可是居领导果断下令 对蔡某实施抓捕 财迷心窍 板大荡白 夜幕下竟然抢劫杀人 掩人耳目 罪上加罪 如何面对日日相见的 父老乡亲 北门江迷暗 天网顽目正在播出 侦察员用极大的耐心 从一百多辆三轮摩托中 找到了嫌疑车辆 并按照严密的逻辑推理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卖掉手机和戒指的宝贿线索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 曾经有过盗窃前客的蔡某 9月10日下午 一切按照预定的步骤进行 因为我们的日影 绝对的力量 没有这个抓捕他 他反抗的机会不多 所以当时我们没有问他 让他受到这种 示范的压力 当时我们就把他带回去 侦察员把蔡某带到行政支队 迅速展开审讯 可是狡猾的蔡某 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反问起侦察员来 他也问我们做他来干什么 我们就讲 你做什么你懂吗 他说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就从一行一礼 来跟他去谈话 我们去边谈 去边看他的脸色 看他心里是怎么变化 蔡某先是狡猎 然后开始沉默 侦察员为了攻破 他的心理防线 给他换了一个地方 继续审讯 在侦察员强大的心理攻势下 蔡某突然哭了起来 那你一哭 证明你压力大 那你不做案 你面对我们公安研究 你为什么有压力 那肯定你是有案件的 心理防线被攻破以后 蔡某交代了 他的一切行为 2006年 蔡某行满释放后回家 无所事事 找不到正解工作 又不安心在家里务农 就弄了两三轮摩托车拉客 看到我妹妹放了 一链锁在我家 我就说放钱 就显得我心开出去 拿一点客 做一点生活 准几块钱来 做一点生活费用 他常常在牧唐镇的 十字路口当客人 由于拉客的三轮车 非常多 客人攻不上 他常常在车上睡觉 8月29日傍晚 在混乱的人群中 他发现了 刚刚下车的阿连 这与侦察员在探讨视频中 看到的情况 完全奔合 那个男子只是同路的 与阿连没有任何关系 蔡某看出了阿连是一个人 就上前搭讪 他就跟过去 问这个女孩子 说你坐舌坡 他去拉客了 他说你坐舌坡 那女孩子也不理他 就直接走了 蔡某交代 这时他已经描上了 阿连手上的金戒指 初次被拒绝后不死心 开车转了弯 又追过去 他说是中国 问我要多少钱 我说15块 然后他就说15块不是 15块就是了 我就看到她有一个阶级 我说 如果能想到你这个阶级 我就不行了 15块我就有这个想法 所以当时他心里就想 要想这个你的这个阶级了 侦察员在视频中看到的 那个一闪而过的闭影 就是阿连路 他坐上蔡某的车以后 手里还一直玩着小米手机 手上的金戒指 也再次勾起蔡某贪婪的欲望 开出几百米后 心怀鬼胎的蔡某突然拐上一条 零间行动 引起阿连的至本 就问了这个蔡某说 你拐进小路干什么 然后蔡某就骗了 曾某说 前面这个路销路 前面销路路烂了 从这里也可以到中和镇 因为阿连是本地人 对路况有些了解 他觉得有点不对 想下车 蔡某却不理他 一直往树林深处开 开到没人的地方 便对阿连下手了 刚开始就喊阿连 这样 然后 然后我捕住他 所以他就喊救命 他就用嘴巴咬 咬到我手上 他咬住我 越痛了 我就拉不出来 我就越用左手来 也使劲地按在他口袭这里 阿连一会儿就不动 蔡某从阿连手上 摘下金戒指 如意算盘得逞了 又看到了阿连随身携带的其他财物 干脆下个干净 然后蔡某把阿连的尸体扔到小树林里 自己开车回家 蔡某心里七上八下 他也特不安 为了掩盖罪行 蔡某又做出了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 他拿着铁丝绳子之类的东西 还抱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在车上 然后开上那辆三轮摩托车 先来到北门江看了看地势 接着就返回了小树林 他一物会浮到水面上来 不利于尸体沉到水底 蔡某竟然做了一件十分荒唐 甚至变态的事情 然后蔡某把阿连的衣物扔到河边草丛里 其他物品一部分带回家属 一部分卖 对那枚又是他犯罪的金戒指 记忆尤为深刻 借记就是230一货 他那个借记 中量是2.9 2.98货 不到3货 3货的物质是690 就680 到北门江指任现场的时候 蔡某觉得对不起父老乡亲们 特意要求民警给他带了一顶特制的头套 引得四存八乡的居民都来围观 同时也都投来谴责和愤怒的目光 案件破获以后 丹州市公安局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蔡某建材起义罪不可赦 是这起案件的根源 同时单身女性搭乘黑车 也是这个案件的诱因之一 那么这个案件发生以后的话 我们的社会市政府 也迅速地制定了一个措施 严厉打击拼装车黑车 黑车的问题是城乡居民生活中的晚起 我们天网栏目在近几年的节目中 报道过十几起因为搭乘黑车造成的命案 可是黑车诱发的案件仍然时有发生 这就要求管理部门应该想办法坚决取缔黑车 类似黑车引发的恶行案件 再次警示人们出行的时候最好不做黑车 如果迫不得已要做 也应该采取一些预防和自备的措施 深夜时分 高速公路上一辆轿车急驰而过 迷影重重 掩藏着一幕怎样的罪恶 寻衔追踪 警方发现制造血案的真雄 抽丝拨剑 案情水落石出 真相超乎想象 荒唐的青狼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